金井胡同呢就是以这个井命名的 命名呢金井胡同是沈家本1903年就是迁到这儿 迁到这儿了 见他看见那个取水的老人儿童啊有这个落井的危险 然后就让这个自己的家人制作了这个铜护栏 把水井围起来以防外衣 因为当初建的时候呢这个井这个铜护栏金光闪闪 所以人们就称为金井 所以那金井胡同啊就是也是由这个井命名的 不用了 咋就不用了这是后修的后装修的 哦 原来那井的位置就在那儿吗 就在那儿啊 它怎么四个雅啊 这个就是盖 这个就是沈家本啊 那个赛事的时候给老百姓这个挖的井 做好事啊 做好事啊 没说对 那不是有钱吗 掏钱弄的这个井 哦 这附近这个 这怕着火啊叫火似的 不是吧 这名字叫金井胡同 金井胡同 金井胡同是这么来的 就拿这个起的 哦 过去北京都不是根据的那个那个 对对对对 那块东西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法律专家子 您想他中国那个原来啊 外国人对咱们这什么林池 就是这个所谓的千当万管 一片一片的 被得废除了啊 消瘦 对对对 那个路师就是把人 你比如死了有问题了 刨出来在那什么 野蛮 刺字全给废除了 哎 他是好人 好人好人好人 哦 他 他 后来是解放以后 他们就搬走了 是不是 这沈家的后代 对对对 哦 文革前就全 就就就全空了哈 这影媒就是 原来这影媒在哪啊 就是玻璃底这个 哦玻璃底 哦 哦 哦 这这就是这就是原来的影媒是吧 这个大车一来啊 啊 人的大车啊 旁的大车啊 一来一停这儿停在温口 下来男的女的一进戒 嗯 这就挡着那个哦 挡着影背 挡着那什么 您在这住您那里住多少年了 我从小的时候 从小就是这生这长的 哦 早已是那个西班 哦 哦 后来不后来搬到那边了 我们家老爷这班 没离开的胡同 没离开的胡同 哦 六十多年了 六十多年了 我早已就这个 就这个 啊 就这个 要不然徐伴用 嘿 这三重院四重院的 里头还假山的 哦 这里边哈 后来他们温哥是拆的 我还是比这也都会拆 哦 这一块正是大宅院 没法 假山里 里还有那个走廊的 木走廊 有些庭馆那里都有 他也是一个 他们有名额俩人 有名额俩人 有名额俩人 后来拆温哥是拆的 是 这次看报纸说 说金井湖村那要改造是吗 对对 说是 就前几天我们大老大做的 哦 现在着手了吗 还没还没弄的吧 听说呀 也是 嗯 改成啊 啊 那个 鸽子啰嗦的那房子 哦 那外边那个 给归着归着 光彩的那个 给它切齐了 哦 去听说是 哦 没让咱们这什么 腾退什么的吧 没有的 没这信吧 也有腾退 哦 哦 现在 不小的院 嗯 小院 腾退的也不少 哦 大街 腾退出来是干嘛呢 是 现在有没住人的就锁着呢 哦 你看这个这边的院子 哦 大家瞧着说是街道啊 哦 就是那什么 燕广的住了 他租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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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 好嘞